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茶坊。 中秋那日,我陪着我爹去了公宴,几个贵女时不时朝我的方向看来,随后用团扇掩面,小声说着话。 我爹的脸色很难看,都说了让你今日不要跟来,你刚被退婚,来这不是丢我们江府的脸面吗? 女儿不过是退了门不合适的亲,怎么就丢了江府的脸面? 我扯唇笑了下,如若今日女儿不来,您就带着柳姨娘来了,她如今还未被你扶为济世,就让所有人都知道您宠妾灭妻,那才是真的丢脸。 我爹气得甩袖而去。 两月前,沈恒的表妹一家在禁京途中遇见马匪遭了难,只剩表妹孤零零一人。 她向我提出要那表妹为妾,方便日后好生照顾。 可在定亲前,她明明立过是此生不会那妾。 我没同意,向她提出了退婚。 沈恒轻蔑一笑,表妹孤苦无依,我若不耐她为妾,就没人照顾她。 你连这点善心都没有吗? 所有人都劝我答应她那妾,可我仍执意退婚。 刚退婚不久,沈恒就在电视中高中探花。 她本就是颇有名望的才子,如今整个圣经城都在称赞这位探花狼她品行高洁,而我还未出嫁就成了尽人皆知的妒妇。 更有传闻说,我因此次退婚而休奋自尽。 不过前两日,我确实差点死了,我在去收账的路上遇见打劫的歹徒,还好被一个路过的蒙面公子所救。 今日我若是不来这宫宴,那些人还真以为我死了。 对面的贵女不时朝我看来,落座时就连引路的小太监都忍不住嘀咕。 他们怎么都盯着姑娘看? 小公公九居宫中,大概是不认识我的,也不知道我退婚的事。 我还未开口解释,她便自顾自地说道,大概是因为姑娘好看。 我勾唇浅笑,抬眸时却对上了一双漆黑的眼睛。 是谢词。 我和她之间一直不对付,见面也争吵居多。 我唇角的笑意随即淡下去,端起面前的茶盏。 世子身份尊贵,照例说不应来此偏远处,您这是专程来笑话我的。 她弯了弯唇,语气讥讽。 我早就说过,你那个未婚夫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今日所有人在笑话我退了婚,名声也坏了,说我这样的女子日后无人敢娶。 只有她,骂了沈恒。 我本想和她顶上几句嘴,线下话到了嘴边,却吐不出来了。 我微微仰头,盯着她看了片刻,随后放下茶盏,淡淡道,嗯,就连你都样样比她好。 她没再说话。 神色不自然地离开了,冷白如玉的脸上染着些许红韵。 这事,还没开席就喝醉了。 我全在角落里,一言不发地吃着东西。 听周围人低声议论说,安乐郡主瞧我可怜,要去求陛下为我赐婚。 她一直看我不顺眼,我退婚的事情能在京城里传开得这么快, 引得不少人嘲笑,其中自然也少不了她的功劳。 她能为我求什么好姻缘,顶多就是让我嫁给朝中哪位大臣做续贤。 即便这样对我而言,也是极好的归宿。 没过多久,殿前的太监突然来传我。 我恭敬站起身,跟在他身后走进了殿内, 身后传来贵女的低声调笑。 江许的命可真好,退婚后还有陛下亲自赐婚, 不知道哪位丧妻了的大人会娶了她。 若是真有人愿意娶她, 坦花郎品行这么好的郎君也算是脱离苦海了。 我爹的官职不算大,身上也没有爵位。 我从未这么记面上,也到底是没见过什么世面, 跪下行礼时全身都忍不住发颤。 皇帝同我说话时,我也是有些听不太清的。 朕问你,你是否愿意嫁给晋王? 我脑中一片空白,陛下怎会想着将我赐婚给晋王? 晋王年岁似乎比我爹还大。 做他的续贤也挺合理的, 可晋王府这么高的门第,怎么就轮到我了? 等等,晋王好像是谢慈的爹。 我这是要做谢慈的后娘了? 那他还不得吐血? 果然,谢慈很快跪到了我身侧。 我以为他会帮我聚婚, 没成想,他却低声提醒我, 愣什么,还不快谢恩。 我微微侧过头, 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的声音问他, 你真同意让我做你的后娘啊? 我是被谢慈按着头谢恩的。 皇帝咳了声, 过段时间, 赐婚的旨意就会下来, 这下满意了。 我回过神, 才意识到我刚才没把陛下的话给听权, 他好像说的是要将我赐婚给晋王, 世子,那就是谢慈。 满,满意,我连忙到。 谢慈这人虽然讨厌, 但他才貌尚成又加是显赫, 年纪轻轻就立下不少军功, 在经中的名声极好。 更何况成婚最讲究门第, 就算没有和沈恒退婚这档子时, 被赐婚给谢慈, 理应也轮不到我。 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在场的几乎都是皇亲国妻, 我抬眸不小心对上安乐郡主的视线。 他的眼神恨不得弯了我, 这次婚应该不是他替我求的。 离开前殿, 我不远不近地跟在谢慈身后。 平津侯府的小侯爷正在和他搭话, 太后那么宠你, 你就算聚婚也可以吧。 他唇角带着似有若无的笑意, 他都夸我了, 聚婚不合适吧。 我夸你奶奶个腿, 他常常与我作对, 我一见面就想骂他, 什么时候夸过他? 我若不是为了做这大家闺秀, 骂出口的话只会更难听。 我思来想去, 许是他这人有病, 说不定还是什么难言之隐。 就连小侯爷也难闷, 江家小姐见你时不骂你, 就算对你客气了, 怎么还会夸你? 谢慈唇角带着淡淡的笑意, 他刚才说, 我样样都好。 小侯爷前脚刚走, 谢慈的脚步突然顿住。 他回过头看我, 你不愿嫁我。 我立即道, 不是。 巨驾就是在抗指, 他莫不是在坑我。 他微微挑眉, 你一路跟着我, 我还以为你不愿。 我走到他面前, 微微叹息了声, 婚事由不了我做主, 反正我这一辈子是一定要嫁人的。 他漆黑的眼底一出异样的光, 笑着问我, 我记得你退婚时说过, 要搅了头发去庙里做姑子, 怎么突然又想嫁人了? 之前我去收账的时候, 遇见歹徒差点死了的时候, 就想清楚了, 我凑近他。 鸭低声道, 我娘留给我了万贯家财, 我如果就这么孤零零死了, 那这些钱就会落到我爹和他的小妾手里, 所以, 我回京后本就打算随便找个人嫁了, 我的钱给狗也不给他们。 他垂眸看着我, 鸭语般得眼睫低垂, 让人看不清他眼底的情绪。 我能对他全盘托出, 是因为晋王府是出了名的富贵, 自然看不上我手里的这点钱财。 谢慈和沈恒一样是读书人, 应该一样瞧不起我这种满身铜锈味的上护女。 与其日后被他嫌弃, 倒不如现在就说清楚。 我缓缓开口, 如若你后悔了, 他轻笑一声, 没后悔, 等着我上门提亲。 我没想到, 到了最后嫁的人竟是看不顺眼的谢慈, 怎么想都觉得不真切。 我往前走了没几步, 又听见谢慈的小丝对他说。 刚才江小姐说, 他的钱给狗也不给他爹, 又说愿意嫁给柿子, 他莫不是在骂柿子是狗。 谢慈唇角的笑意致住, 你懂什么? 我娘常说, 自己看男人的眼光不行。 当年外公一心想让他脱离商户女的名声, 将他许给了我爹这个读书人。 他信了我爹一生一世一双人的鬼话, 尽心侍奉公婆, 供养我爹科考。 用嫁妆撑起了整个江府。 我爹过着富裕日子, 转过头就内了柳姨娘为妾。 我爹嫌弃我娘身上的铜臭味, 更天爱能陪他吟诗作对的柳姨娘, 因着我爹宠妾灭妻, 让我娘受了一辈子的窝囊气。 为了不让我不他的后尘, 他为我相中了沈衡。 沈家家训不允许男子那妾, 除非主母不能生育子嗣。 定亲前, 沈衡也曾立誓此生不会那妾, 没成想他在成亲前就向我提出 要那他的表妹为妾。 事实证明, 我娘看男人的眼光是真的不行。 还好我娘是江南首富之女, 她常说没了男人, 还有银子。 两日前, 我去收的账就是沈家的账。 十年前, 沈家家道中落, 沈家人连饭都吃不饱, 就连沈衡的妹妹都差点被卖去做丫鬟, 更别说供她读书了。 我也是在整理娘亲留下来的账策时才发现, 沈家赖以为生的两间铺子, 竟都在我娘名下。 听许氏商行的老掌柜说, 当年在我娘听请沈衡的爹做了商铺掌柜后, 沈家的日子才渐渐好了起来。 沈衡入读了圣经最好的书院, 就连她妹妹沈秀也被教养得如京中贵女一般。 这些可不是一个掌柜的阅历能供养得起的。 我翻着账策, 觉得好笑。 这些年两间铺子赚的钱全都流进了沈家, 这么看来, 这沈家也是我娘养着的。 老掌柜笑了笑, 东家掌管的铺面众多, 这点钱算不上什么, 东家说过这些银子是恩惠, 也是把柄。 整个江府都是靠着我娘的嫁妆养的, 我爹虽嫌弃我娘的商户身份, 但也不得不敬重她这个当家主母。 原来我娘在很早之前就在我铺路。 我们手里有了沈家的把柄, 他们日后也不敢亏待我。 不过我和沈恒已经退婚, 该清的账也是要清的。 如今的沈家出了炭花廊, 沈恒的爹像是扔掉什么脏东西一样, 将铺子退了回来, 生怕旁人知晓他们家经过伤。 即便那两间铺子曾养活了他们全家。 我觉得好笑, 将整理好的账策扔在沈恒他爹面前。 您最好将这账面的亏损补权再撇清, 也来得及。 您也不想因为做假账被告上官衙吧。 老头被气得手抖, 大骂道, 你知道我儿子现在是炭花廊吗? 像你这样精于算计的毒妇, 是做不了炭花廊夫人的, 活该被我儿子退婚, 成为气妇。 差点忘了沈恒如今是炭花廊了, 早已经是不同往日了, 我连忙对身旁的账房先生吩咐道, 快把利息也算上。 炭花廊想必是不会缺钱, 老头被气得差点被过气。 我成功收回了铺面, 账面亏空也陷他们在三月内补上。 在我回京后不久, 沈家人气不过, 开始处处散不流言。 他们说, 我娘这样的商户女, 虽嫁入江府这样的清流人家, 但生下的女儿还是浑身同臭气, 不仅如此, 还骂我心思恶毒、善妒, 总之日后谁娶了我, 谁就倒了八辈子的眉。 我的名声越坏, 就越发衬得沈恒高洁的相朵白脸。 我觉得好笑, 退婚这件事明明是我和沈恒都同意的, 只因我是女子, 便要受到在这世间受更多苛责。 沈恒是出了名的心善, 因为她曾与我定过亲, 也不忍见我落得如此下场, 竟主动上门提出要难我为妾。 江许, 如今我已经和户部尚书家的狄千金定了亲, 你虽也是高门贵女, 但凭你如今的名声, 我只能耐你作妾。 我爹坐在正位, 点头道, 如今经中已无人敢娶你, 能嫁给炭花郎作妾, 已经是你最好的去处了。 我爹不爱我娘, 从小到大没宠过我也就算了, 如今竟这么着急赶我出门给他人作妾。 我抬眸看着我爹, 冷声问道, 我娘临死前将她的嫁妆单子给了我。 也早已立下字句, 她说过我日后出嫁, 她带来江府的一切, 我都能尽数带走。 听见我提嫁妆, 就像我娘那样庸俗不堪, 我爹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我们江府向来是清流世家, 难道还会贪图你娘留下的嫁妆吗? 当年, 江家祖父得了长屁, 是我娘请便名医, 再用名贵药材调养了十几年, 祖父才得以高授。 可这在我爹眼里, 就是她为了笑道, 不得不为几个钱低头, 这才忍受了我娘这么多年。 说来也好笑, 她过着金尊玉贵的日子, 却觉得钱财庸俗。 柳姨娘是苦出身, 如今又掌管江府内务, 到底是没我爹那么清流。 她笑着打圆场, 可你毕竟是嫁到炭花廊府中做妾, 妾室的嫁妆再怎么多, 也不能多过正头娘子,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等你出嫁时, 我和你爹会再给你多备一份嫁妆, 定不会让你受委屈。 还真是好话让她给说尽, 便宜也让她占尽了。 我冷笑一声, 谁说我要给她做妾了。 柳姨娘的女儿江曼月劝道, 姐姐如今能去炭花廊府上做妾, 已经添大的福气了, 姐姐又何必这么固执。 我唇角带着嘲讽的笑意, 那我把这福气让给妹妹怎么样? 江曼月瞬间不说话了, 沈恒的脸色更是难看至极。 我爹死死盯着我, 历声道, 你和你妹妹能一样吗? 你现在? 我笑了, 我和她都是你的女儿, 有什么不一样? 对了, 我是嫡女, 她是庶女, 不过爹爹向来宠妾灭妻, 她这个庶女过的日子, 一直以来比我这个嫡女还要好。 等您把柳姨娘扶正, 她也是嫡女了, 她自然是不愿做妾的。 沈恒看着我, 轻蔑道, 我与江小姐的缘分已尽, 如今上门只是为了小姐日后能有个去处, 也不至于拖累了家人。 她这话说的, 拿了我为妾倒像是委屈了她一样。 她这样处处为我着想, 让我都想为她立碑了。 我不进沈家的门, 还可以嫁语不衣白身, 或是去庙里做姑子, 哪里不是去处。 更何况两日前, 我还被赐婚给了谢辞。 圣旨未下, 如今也没走漏一点风声。 这件事就算说出去了, 也没人信, 我也没提过, 怕被旁人说我得了异症。 还没等我说话, 我爹直接拍着桌子倒。 婚事自古都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既然今日探花狼椅带了聘礼来, 那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审恒身后的两个小丝, 一个抱着一小块瘦山石, 另一个提着两包红枣和一篮子甜膏。 原来这些东西就算是聘礼了。 也对, 如果是内窃, 一般是用不着给聘礼的。 提着这点东西上门导险的探花狼宽厚了。 审恒向我爹恭敬行礼, 如此, 那晚辈就在娶妻过门的第二日来接江小姐过门。 从前倒是没察觉, 如今倒是越发觉得审恒虚伪的有些恶心了。 我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 其实我已经。 话还没说完, 看门的小丝直接冲进了正厅。 老爷, 陛下身边的裴公公已经到了巷口了。 我爹连忙站起身, 陪公公, 他来做什么? 说, 小丝喘着气说道, 说是来给大小姐和晋王府世子赐婚。 我爹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 什么? 赐婚? 就是赐婚, 陪公公身后遇赐的聘礼都有几十台, 那场面。 沈恒愣正地望着我, 这件事你早就知道了。 所有人都知道我和谢慈之间不对付, 没人料到我会被赐婚给他。 我徐徐抬眸看着沈恒, 笑道, 你说我是做世子妃好, 还是洗手去你家做妾好? 可当真是难选呢。 我爹看我的神色复杂, 但还是立即换了副嘴脸, 出门接纸。 因为和谢慈的这门婚事, 我爹和柳姨娘对我态度好了不少。 以前我没有他们的姻缘, 是不能出门的。 现在我每日出门去铺子上管账, 他们也不拦着了。 不过我还是没想明白谢慈为什么要娶我。 我差人给他送了封信, 约他去月来居喝茶。 他按时来了, 环顾着空荡荡的二楼, 痴笑一声。 包厂请我喝茶, 徐掌柜还真是大手笔啊。 我继承许氏商行石, 用的是我的名, 也是我娘的姓, 所以人人都称我为徐掌柜。 没想到常年混迹练兵场的谢小将军竟连这些事都知道。 我将茶盏真满, 递到他面前。 按理说, 我们在成亲前是不应该单独见面, 我包下整个茶楼, 是为了世子爷的颜面。 谢慈喝了口茶, 将茶盏搁在桌上。 说吧, 你非那么大劲想见我, 所为何事? 我默了默, 道, 有些事, 我想在婚前与你说清楚。 谢慈唇角微钩, 你说, 我会帮你管理好内务, 但我娘留下的这些铺子, 我也想继续管下去, 不过你放心, 我会改名乔庄, 不会将此事放在明面上。 我不在意这些。 嗯, 在我娘过世后。 沈恒不止一次提出, 让我将我娘留下的铺子变卖, 只留下些水田和庄子, 日后不再抛头露面, 安心帮她料理后院。 我原以为, 世间男子的想法, 都是像沈恒那样的。 谢慈淡淡笑道, 成亲后, 你爱做什么做什么, 反正我这人品行低劣, 还爱仗势欺人, 没人敢妄议进王府的家事。 品行低劣, 仗势欺人, 都是我曾经骂过她的词。 不过仔细想来, 自我与谢慈定亲以来, 许是因为怕得罪静王府, 经中那些诋毁我的流言, 好像一夜之间都消失了。 只要世子答应了我这个条件, 日后世子无论是想内窃还是。 谁说我要内窃了, 谢慈与戴薄衬, 与我的视线交接一瞬后, 又挪开眼, 外面的女子我又不喜欢。 我愣了下, 弱弱开口, 外面的男子也是可以的。 江许, 谢慈咬着牙, 一字一顿地叫着我的名字, 之前为了不让沈恒内窃, 你连婚都退了, 现在怎么又肯让我内窃了? 其实, 我执意退婚, 不是因为沈恒要内窃, 是我实在厌恶 她那富虚伪清高的嘴脸。 我有些不解地看向谢慈, 那你为何要娶我? 谢慈端起面前的茶盏 一饮而尽, 随后盯着我, 声音有些哑。 你就算是骂我, 我也觉得好听,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她是真的有病。 我的婚事定了下来, 日子也渐渐平静了下来。 不过那日, 我在银楼盘障时, 楼下传来一阵喧闹声。 店里的伙计上楼来报, 楼下有位小姐说 我们卖给她的头面上香的鸿匪是假的。 我继续整理着账策, 淡淡道, 我们银楼是不会卖假货的, 她就是来闹事的, 让掌柜带她去见官。 见不了, 她就是官眷, 货继支支吾吾道, 她是户部尚书家的狄千金。 我拨算盘的动作顿了下, 户部尚书家的狄千金唐英妹 不久前刚和沈恒定亲, 她这是特意来找我麻烦的。 我刚割下笔, 门就从外面被人踹开了。 唐英妹见到我, 冷笑一声, 江许, 这里果然是你的铺子。 随后, 她咳了声, 对身后的丫鬟说, 你们都下去吧, 我有话要单独和江小姐说。 银楼伙计有些不安地看着我, 我随即吩咐道, 你也下去吧。 隔间的门被关上, 唐英妹缓缓走到我对面的位置坐下, 垂眸看了眼桌上摊开的帐侧, 有些扭捏地开口。 江许, 你的帐记得不错。 我不解地抬眼看她, 她又冷哼了声, 我爹是户部尚书, 我自然也是会看账的。 我冷笑道, 也是因为你爹是户部尚书, 所以你查出了这银楼实际在我的名下。 唐英妹点头, 神色收敛起了跋扈。 江许, 我就想问你, 你觉得, 沈恒是怎么样的人呢? 我皱着眉, 没有说话。 不过她很快读懂了我的神情, 低声难难道, 原来这世间, 不止我一人欣赏不来她这种贤君子。 唐小姐也。 唐英妹像小鸡灼米一般点头。 我常常在想, 她为了照顾她表妹, 就不能为她表妹挑个好人家嫁了吗? 为什么就非得内她为妾? 为过门的妻子不但要接受她那妾, 还要和别人一起夸赞她的品行, 我怎么想都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我不想嫁她, 可这门亲事是爹爹定下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 看向她, 你真想好了要退婚? 我可是在和沈恒退婚之后, 名声尽悔。 我宁愿跟着祖父祖母回青州老家, 也不愿意以后日夜都对着沈恒, 唐英妹眉头微醋, 眼眶泛红道, 可是爹爹不同意我退婚, 我是实在没了法子才来找你。 我勾了勾纯, 可我曾与沈恒定过亲。 而你又是安乐郡主的表妹, 我和唐小姐之间应是水火不容的关系。 在你退婚后, 我可没落井下石, 唐英妹拧着袖帕, 声音越来越小, 只不过是表姐嘲笑你的时候, 我默默听着。 我直接端起手边的茶盏, 将茶水泼在了她身上, 立声道, 别以为你是尚书府千金, 就可以来我这儿闹事, 我可不怕你。 唐英妹刚想发作, 但自知理亏, 又很快将火气压了下来。 我没想真的闹事, 不愿帮我就算了, 你何必这般急言力色。 我放低了声音, 打断她。 我刚买了尖药铺, 买卖契约还没去官府加盖官印, 有空让你爹的手下去查查吧。 唐愣了下, 随后起身走到门口, 朝我扬声吼道。 江许, 你给我等着, 我定会让你的生意在圣经做不下去的。 第二日, 户部的人就查封了我的药铺, 收走了账册。 那本账册里, 好几笔账都记着送去清水巷的保胎药, 而那清水巷, 就是沈恒安置他那孤苦表妹的地方。 没过多久, 唐英妹就和沈恒退婚了, 因为唐家手里握着沈恒的把柄, 所以退婚后, 唐英妹没像我那样名声尽悔, 两家人对外也只说两人八字不合。 而我被封了一个药铺, 损失惨重。 不过没过多久, 唐英妹悄悄拆人为我送来银票, 那些银票购买三个药铺了。 我悄悄赚了钱, 心情大好, 以至于在早起后路过前厅时遇到我爹和柳氏, 脸色也不至于太难看。 柳氏眼烧的泪欲落未落, 一副惹人怜惜的模样。 老爷, 您怎样都得为月儿的终身大事着想啊? 我爹一袖子甩开它, 你想怎么样? 难道要让我豁出这张老脸吗? 柳氏柔柔道, 老爷, 您就和江许说说吧。 我爹向来受不了柳氏的柔弱, 更何况江曼月还是她的心头肉。 我爹沉吟片刻后, 叫住了我。 我停住脚步, 反应过来, 他们的这出戏是特意演给我看的。 我缓缓走过去, 刚行碗里, 柳氏满眼通红地开口。 你妹妹如今也到了成亲的年龄, 可她命不好, 没从好肚子里爬出来, 那些门第高的到底是看不上她。 我冷笑一声, 妹妹从小有爹娘疼爱, 过的日子比这京城里好多嫡女都金贵, 如今您也被扶成了正事, 她也跟着成了嫡女, 怎么总被您说得这样可怜? 柳氏像是没听懂我的话, 继续可怜叹息道, 可她到底不算正经嫡女。 门第好的人家哪轮得到她呀? 我神色轻蔑, 姨娘到底想说什么? 我爹因为我对柳氏的态度, 脸色有些难看, 不过毕竟她们有求于我, 她也只能强忍着不发作。 柳氏站直了身子, 前两日, 你妹妹在诗会上偶遇探花廊, 两人一见钟情, 可探花廊曾与你定过亲, 就怕。 在诗会上一见钟情, 自从沈恒与唐英妹退婚后, 将曼月多次溜出府与沈恒私会, 算什么一见钟情。 不过, 这件事和我没关系, 我可不想再招惹晦气。 此前因为沈恒内窃的事, 我还未出格, 就成了妒妇, 我早已和她退婚, 她的事我不敢过问, 我顿了顿, 看向我爹, 妹妹的婚事, 自然是由爹说了算。 柳氏闻言, 喜笑颜开。 我爹紧锁的眉头松动了些, 竟也难得夸了我一句, 如今你也终于懂事了。 我心中冷笑, 曾经她嫌弃被退婚后的我丢人, 要逼着我给沈恒作妾。 如今为了让江曼月嫁给沈恒, 她陪柳氏演了这出烂戏, 倒不嫌丢人了。 国公府的赏春宴上, 是我和谢慈在赐婚后第二次见面。 她站得离我远远的, 遥遥望着我, 朝着我挑眉一笑, 便去了南宾席, 不知怎么的。 我现在看她顺眼多了, 我刚转过身, 就对上不远处安乐郡主怨恨的眼神。 之前唐英妹暗暗提醒过我, 她对谢慈这个唐哥的感情有些不一般, 如今她怕是更恨我了。 我收回目光, 就看见唐英妹一脸不悦地冲到我面前。 我和她今日的衣装都是鹅黄色的云紧制的。 她摇着扇子, 上下打量着我, 语气轻蔑, 还真是晦气, 竟和你这种人穿一样的料子。 我不明所以地挑了挑眉, 唐英妹压低了声音道, 你愣着干什么, 快扯我头花呀。 我反应过来, 朝她道, 唐英妹, 我忍你很久了, 你为何要与我处处作对? 她连忙撩着衣袖, 吼道, 江许, 你别以为你要做柿子妃了, 我就怕了你。 亭子里的女眷见我们这边打了起来, 连忙过来拉开了我们。 入席前, 我和她都去厢房重新梳好头, 位置更是被安排隔得老远。 端到我面前的菜肴精致, 我却一样都不敢动。 旁边的将军夫人问我, 江小姐, 怎么不见你用膳? 我眼唇倾咳了声, 想来是昨夜受了风寒, 没什么胃口。 我并不是没有胃口, 而是根本不敢吃。 刚才和唐英妹互扯头花时, 她就提醒过我, 她偷听到安乐郡主买通了国公府的奴才, 说今日要设计毁了我的清白, 让我不能嫁入晋王府。 之前我以为她顶多是看我有些不顺眼, 没想到她却对我用如此狠毒的手段, 毁了女子的清白, 就毁了女子的一生。 我端坐着, 一点都不敢动席上的食物。 在抬眼时, 突然察觉, 面前针灸的侍女神色有些不对劲, 她突然手一抖, 我避之不及, 湖里的酒撒在了我的衣衫上。 侍女当即跪下, 颤声道, 贵人恕罪, 都怪奴婢手脚粗笨。 一旁的摩摩连忙道, 每年府里赏春宴, 都有姑娘在湖边弄湿鞋袜和衣衫, 夫人早就在厢房备好衣裳, 姑娘随老奴去更衣吧。 我只能站起身, 跟着摩摩走了出去。 刚走出门, 我就远远瞧见谢慈身边的小丝, 连忙招手将她叫了过来。 摩摩在一旁催促, 姑娘衣服脏着, 不宜见人。 我淡淡笑道, 摩摩您也知道, 我与世子平时见不了面, 自然要找机会多说上几句话。 听说姑娘马上就要嫁入靖王府了, 也不急于这一时吧。 我故作娇羞道, 急得, 急得。 话音刚落, 小丝就跑到我面前。 我垂眸道, 这几日我绣了个香囊, 想送给世子, 你能不能将它叫出来啊? 小丝点头, 连忙去传话。 没过多久, 南客席面上就传来一阵哄闹声, 谢慈走到我面前, 神色懒然。 尾声说你想我得紧, 要见我。 这尾声到底是怎么传的话? 我的脸瞬间红得快滴血, 嗯, 我想你了, 想私下和你说几句梯极话。 我咳了咳, 朝着身旁的嬷嬷使了个眼色。 嬷嬷退到了台阶下, 我硬着头皮取下腰间的就香囊, 递给谢词。 这是我这几日秀的鸳鸯, 我。 我的话还没说出口, 就看见那嬷嬷神色鬼祟的往这边看来。 谢慈垂眸看着香囊上秀的勺药花, 也反应了过来, 微微张开双臂。 既如此, 那你凑近些, 给我戴上。 这动作虽然有些语矩, 但我和谢慈已有了婚约, 就算旁人瞧见, 顶多就是被议论几句。 比起这些, 找谢慈救命更重要。 我朝着谢慈面前挪了挪, 我和他之间的距离极近, 我低头在他腰间系香囊的时候, 脑袋不小心蹭到他的胸膛。 他好像呼吸都急促了些, 我抬眼, 小声说, 有人设计要回我清白, 我不敢去香房, 要不你现在和我吵一架。 谢慈喉姐滚了滚, 垂眸看着我, 你是我求了陛下好久才求到的, 如今我们好不容易安生了些, 不能再吵了。 我愣正地抬眼看他, 这次婚, 是他求了好久才求来的。 他抬手轻抚了下我的头发, 沉稳的声音落在耳畔, 我跟着你, 别怕。 嬷嬷领着我去了更衣厢房, 厢房内传来一声轻扣桌角的声响, 我推开门, 果然见到了谢慈, 以及他脚边一个被打晕的男人, 我果然被人算计了, 他直接将那人从窗户甩了出去, 对我道, 这屋里我查过了, 没什么异样了, 你安心更衣, 我就在窗外守着。 说完, 他也从窗户翻了出去, 正午的阳光热烈, 他高大的背影在窗纸上, 投下一道阴影。 我盯着他的背影, 颤着手很快换好了衣衫, 脸颊不自觉染上, 一片飞红。 这时, 门外传来一阵喧嚣声, 随后是安乐郡主的声音, 我刚刚看到有外男进了后院, 并是有人要趁机行苟且之事。 我推开门, 便看见他身后带着一群人走进了屋, 四处搜寻着。 一行人什么都没寻到, 安乐郡主恶狠狠地看着我。 我笑着问他, 郡主是掉什么东西在这厢房内了? 门外又传来一个小丫鬟的惊吼, 这里有人偷情。 安乐郡主皱了皱眉, 立即带人去了隔壁厢房。 不小的动静也惊动了国公夫人。 几个妇人往乡房内瞧了一眼, 随即羞地用袖帕捂住了眼睛。 国公夫人更是大骂, 你们竟然在国公府做出这等不知羞耻的事情。 安乐郡主看着我, 随即捂唇笑道, 没想到你们江家竟是如此门风, 这下我看你还能不能嫁给谢子哥哥。 江家? 我走过去瞧了眼, 那地上衣衫不整的两人竟是江曼月和沈恒。 虽然我早就知道他们两人有私交, 但也没想到他们还未成婚, 竟敢做出这等事。 这种事传出去, 江家的名声彻底败坏, 我也不能嫁人了。 突然, 嗖的一声, 一个石子飞过。 安乐郡主立即晕了过去, 国公夫人正想叫人, 只见谢子手上捏着几颗石子, 慢悠悠地从走廊拐角处走来。 姨母若是叫了外人过来, 那我的婚事可真被缴了。 国公夫人颤着声音道, 除了这样的事, 你还想娶江府的姑娘? 你真是疯了。 谢子声陷沉冷, 就算天塌了, 我也要娶她。 你想娶她? 国公夫人指着周遭跪倒一片的人, 那这些人怎么办? 全部捆了关起来。 你疯了, 我可没疯。 姨母, 我十四岁那年, 从战场上背回了重伤的国公爷, 您当时怎么说得来着? 行, 这件事我尽力替你做。 姨母放心, 明日我就娶她过门。 国公夫人还是没忍住问, 你为她做到这步, 她是救了你的命吗? 谢子眸光微动, 轻笑应道, 自古救命之恩, 都是要以身相许的。 国公夫人翻了个白眼, 谢子走到我身旁, 扯着我衣袖往外走, 你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明日我就娶你过门。 我低声问她, 你真的想好要娶我? 谢子轻笑一声, 谁也不能拦着小爷娶你。 宴席散后, 我刚回府, 国公夫人就让人传信, 说今晚留下了江曼月 帮忙绣白鸟朝凤图, 用作皇后娘娘的寿礼。 我爹有些不解, 皇后娘娘的寿臣在下月, 何必要留她在国公府过夜呢? 柳氏洗上眉梢, 兴许是国公夫人 见我们家月儿要嫁给炭花郎, 是在抬居月儿呢? 反倒是老爷, 怕妾身没见过世面, 不让妾去国公夫人的席面。 我娘生前人缘好, 与不少公府, 侯府的夫人都相交甚好。 柳氏害怕被挤兑, 所以告病没去。 所以此刻他们还不知道 江曼月在国公府惹了什么祸。 没过多久, 晋王府的人也来了。 他们说陛下找了 钦天兼责了十日, 让我和谢子明日成婚。 府里一收到消息, 就操办起了明日的婚宴。 我回到屋里, 开始整理我娘的嫁妆单子。 这些年, 江府上上下下都过得富裕, 靠的是败掉我娘一半的嫁妆。 我娘生前本可以和我爹合理, 去经商, 去过富裕的日子, 却为了我的未来, 为我这个嫡千金的身份 容忍了我爹和柳氏那么多年。 在我爹总以为, 我娘眼里全是钱, 可事实上, 我娘并不在乎钱, 不然也不会供养江府 那么多年。 我对着单子, 忍不住叹息道, 外公和娘亲挣钱不容易, 被他们遭见了那么多。 一直跟在我娘身边的海嬷嬷, 帮我拆掉头发上的珠钗, 轻轻梳着我的长发。 只要姑娘能平安长大, 这些东西都不可惜。 夫人在世时说过, 重要的不是银钱, 而是守住银钱和赚银钱的本事。 柳氏管家后, 一直把持着我娘的嫁妆, 维持江府的体面。 我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没了我娘的嫁妆, 江府就只是个空架子。 不知道靠着我爹的那点微薄的俸禄, 柳氏这个管家娘子 还能维持多久的体面。 我把整理好的单子 交给海嬷嬷。 嬷嬷, 待会儿你将我勾好的东西 都装箱好, 明日一并抬入晋王府。 海嬷嬷接过单子, 点头道, 姑娘放心, 奴婢一定亲自盯着。 海嬷嬷刚走, 我就听见窗铃倾扣了两声。 下一瞬, 穿着一席悬色长衫的谢词 从窗外翻了进来, 静瘦的腰间还挂着我的香囊。 我往后退了退, 你, 你这灯徒子, 我们还未成婚, 你怎能进我的闺房? 他挑眉笑了下, 暖色的烛光 在他深邃的眉眼间铺开, 好看得紧。 和你谈事, 谈什么? 这几月岭南洪涝灾害严重, 我们婚事不宜大摆宴席, 一切从简, 所以我不能八台大轿, 十里红装娶你。 我愣愣点头, 我知道, 他拿出了一叠地气甜气递给我, 不嫌不淡道, 这些都是我的私产, 以后都给你了。 为什么给我? 你不是喜欢钱吗? 嫁给我总要有点你喜欢的东西。 谢慈将手里的票器一股脑塞进我手里, 转过身往窗边走去。 我嘟囔道, 我, 我, 我是喜欢赚钱, 也没那么喜欢钱。 突然, 谢慈转过身, 蓝蓝已在窗边看我。 那你嫁人, 总要嫁一个看得顺眼的吧。 我看着他玄色衣衫上的暗纹, 突然反应过来, 他就是那日我遇山匪时救我的蒙面公子。 你是那日救我的人? 你救我干嘛还蒙面? 那日听见你在马车里哭着说自己没嫁人就要死了。 死后所有的钱都是你爹和他的小妾的了。 哭得那叫一个伤心, 烛光硬衬下, 他笑得有几分痞, 我要是不蒙面, 你怕是没脸见我了。 我放下手里的东西, 正想向他行礼谢救命之恩, 却被他一把扶住。 抬眼时, 听见他说, 从今以后, 我都会护着你。 因为谢慈的那句会护着我, 我以为嫁过去后, 他会温柔待我。 没成想, 新婚夜时, 这丝就像是野狗一般, 害得我第二天早上, 差点没赶上给公公奉茶。 晋王喝过茶, 就离开王府去了军营。 这下王府就只剩下了我和谢慈。 他盯着我乌青的眼圈, 笑道, 这下府里没人管你了, 要不要再回去睡个回笼觉。 我腿有些生软, 随便找了个理由开溜, 我, 我还要去铺子上查账。 谢慈伸了个懒腰, 没再管我。 我换了身衣服, 戴着围帽出了门。 没想到, 出嫁之后竟比以前在家做姑娘时还要自在许多。 我回门那日, 江曼月也在。 她和沈恒的丑事被捂得严严实实, 柳氏正忙着张罗着她的婚事。 我将我娘的嫁妆带走后, 这江府就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 柳氏只知挥霍, 不会看账。 直到江曼月快出嫁了, 才发现江府连江曼月的嫁妆都凑不出来。 用膳时, 她后期脸皮对我说, 如今你嫁入了晋王府这样的高门成了柿子妃, 你看能不能为你妹妹添置点嫁妆, 让她也沾些你的喜气。 我割下筷子, 淡淡道, 不能, 我怕惹了她的晦气。 柳氏的神色愣住, 我爹直接将筷子拍在桌上。 姑爷还在这儿, 你说的什么话? 夫人说得对, 谢子脸上的笑容收敛。 看向我爹, 岳父不妨先问问您这个未出阁的女儿前几日 在国公府犯了什么事。 我和夫人为了江家的颜面, 可是费了不少心力替他们遮掩。 说完, 她又看向我, 今晚的菜没一道菜是夫人喜欢的, 我们还是回去吃吧。 自从我娘死后, 江府的桌上几乎没出现过我喜欢吃的菜, 而我只和谢子一起用过几餐饭, 他就记住了我喜欢吃什么, 不喜欢吃什么。 我点了点头, 被谢子牵着离开了这个早就不能被称作家的地方。 听闻我和谢子离开后不久, 我爹找了江曼月的贴身丫鬟问话。 问完话后, 我爹气得想活活打死江曼月, 他顾及了一辈子的脸面丢了个干净。 而他放下身段, 让他最疼爱的江曼月能嫁给品行和他同样清高的沈恒, 却没想到这沈恒更不是个东西。 沈恒满嘴仁义道德地要那孤苦的表妹为妾, 还为那表妹过门就与他整日私混, 还不小心弄大了他的肚子。 眼见表妹肚子大了, 又开始招惹起了江曼月。 我一想起自己差点与这样的人成亲, 就像吞了只苍蝇一样恶心。 所以江曼月与沈恒成亲那日, 我找了理由没去。 柳氏不知使了什么手段, 终于为江曼月凑够了嫁妆。 只不过从那之后, 江府更没落了。 我爹从前过着金尊玉贵的日子, 如今吃穿用度连平常人家都比不上。 他没脸再去出席名流师会, 只能整日买醉。 他好像也终于想起了我娘, 在喝醉后竟也开始念叨我娘的好。 大骂柳氏是败家的家贼。 后来有天晚上, 他喝醉了酒, 在花园摔倒了。 江府的很多下人都被柳氏打发走了, 直到第二日清晨才有人发现他。 不过发现他时, 他已然咽了气。 江曼月在嫁给沈恒之后的第二天, 沈恒的表妹就挺着大度进了门。 刚嫁过去时, 江曼月还能靠着自己正式的身份 处处压着他。 不过后来, 江曼月在争执时推了沈恒的表妹, 害得他差点滑胎之后, 就被一直禁足在院里。 这沈恒是个深渊, 公婆还有小姑子早就盯上了江曼月带来的嫁妆。 他们趁着江曼月被禁足的时候, 偷偷打开了他的嫁妆箱子, 发现那些嫁妆除了上面的一层金银, 下面全是不值钱的东西。 他们察觉被骗, 便叫嚣着让沈恒休塌了他再去。 毕竟在沈家人的眼里, 沈恒这个炭花郎就算是上公主也可。 我爹去世后, 江府也垮了, 江曼月说什么也不愿离开沈家, 还说要去状告沈恒宠妾灭妻, 沈家人偷用她的嫁妆, 要与沈家拼个鱼死网破。 不久后, 便传来江曼月重病而亡的消息, 此时她嫁给沈恒还不过两月。 沈恒因得罪了不少人, 本就仕途无望, 在发妻死后。 庆国公和户部尚书更是带头, 参他品行不端。 后来沈府的下人供出, 是沈家的人失手打死了江曼月。 炭花郎如此虐待发妻, 陛下大怒, 让整个沈家都下了狱。 江曼月死后不久, 柳氏也抑郁而终。 没过多久, 宫中便传来要送安乐郡主 去北江和亲的消息。 听说她现在整日寻死密活, 闹了许久。 她的父王湘王 在朝中声望一向很高, 照理说, 去北江这种苦寒之地, 和亲说什么也轮不到她。 后来我才知道, 此时湘王已经在岭南被积压。 湘王是出了名的贪财, 不仅在自己的封地 大肆敛财, 搜刮百姓。 此次更是贪了岭南的赈灾款, 勾结敌国走私赈灾粮。 通敌叛国的罪名可不小, 就算是皇亲也不能赦免, 谢辞说她这辈子都回不了京。 一向跋扈的安乐郡主没了靠山, 就只能被送去和亲。 再过两月, 岭南就要入冬, 栽民颗粒无收, 没了赈灾款和赈灾粮, 入冬后只怕会饿朴遍地。 谢辞和几位朝中大臣 被派去救济灾民。 我将商行账面上的银子 都挪了出来, 将银票交给了谢辞。 受灾的这几月以来, 我们许家一直沿路涉舟棚, 舅舅来信说 粮仓里的粮食已经不多了。 你记得沿路多买些粮食带过去? 他看着手里的银票, 轻轻挑眉, 夫人这是把私房都拿出来了。 我垂眸, 叹息道, 以前我爹总说 我娘贪财重力, 只有我记得娘亲说过, 钱再重要, 也没有命重要。 谢辞突然问我, 你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记得, 我抬眼看他, 说道, 吉吉那年, 我第一次进宫, 你从树上跳下, 扯了我的辫子。 谢辞的脸色瞬间变了, 那时我叫了你许多声, 你都不搭理我。 那是因为, 那时我已经和沈恒定了亲, 我娘提醒过我不能再和外男单独说话。 谢辞走过来, 一把搂住了我。 如果我不招惹你, 你连句话都不愿和我说的。 清浅的月色从窗外透进来, 他抱怨的语气竟也染上几分温柔。 我静静靠在他怀里, 听着他渐渐加重的心跳声。 你不记得了, 你八岁那年与你娘在城外开周棚, 救济逃难的灾民, 那时我刚从军营操练回府, 那时我全身是灰, 衣衫都破了, 被你认成了灾民, 你给我了一碗粥, 还有一块桂花糕。 那时候你救了我一命, 所以我就一直想着要娶你。 我抬眼问他, 我不过是给了你一碗粥, 怎么救救你一命了? 他垂眸看着我, 眉眼弯得好看。 如果不是你的那碗粥, 我怕是都没有力气走回王府。 我…… 他轻笑了声, 低头吻了下我的鹅发。 还好, 我又遇见了你。 他抬手, 扯下我竖发的发簪, 乌黑的长发 瞬间散落在肩上。 他的手穿过我耳侧的长发, 捧起我的脸, 低头吻住了我的唇。 动作从轻柔到用力, 他身上滚烫的气息 渐渐吞没了我的理智。 我用力推了推他, 手攀上他的肩膀, 喘息道, 你明早就要走了, 还是早些休息吧。 他笑得有几分疲, 好, 他好像会错了意。 我看了眼桌上的那堆银票, 又看向他, 这些银票你明日都带去领南, 就当是为我们的孩子祈福了。 他傻傻愣在原地, 看了我很久。 我有些任命地笑了笑, 点起脚, 红着脸在他耳边说道, 其实, 我好像在赐婚后 就开始慢慢喜欢你了, 算起来也很久了。 没我久, 夫君此行一路平安。 嗯, 平安? 谢慈轻轻地抱着我, 就像我是什么溢碎的瓷器一般。 没过多久, 勃耿间传来一股温热的诗意, 他好像哭了。 我听见他说, 你们乖乖等我回家。 我听见他说, 感谢观看